大家好,我是Stan 在已速满离开SM娱乐宣布SM3.0之后 粉丝们都非常期待公司会好好对待艺人 但是这几天,因为公司的傻眼操作 田园的粉丝们都非常生气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田园粉丝们整理的 对SM娱乐非常生气的部分 第一,发表SM3.0的时候明明说过 田园会在4月回归 但是到了4月都没有任何消息 在粉丝们之间引起小小骚动后 最终田园自己开口解释说 回归专辑都还没有开始准备 第二,个人总义 一年只更新了3个影片 第三,这次香港演唱会收光了11,130张票数 一般这样的话会在新闻等报道说是1万名观众 但是SM反而却减少到9000名后报道了 第四,田园台湾演唱会3分钟就收光 而且一开票就有了12文人同时在线 但是SM却进行了1万名规模的演唱会 还只举办了1天 第五,目前在亚洲印尼是田园粉丝规模最大的城市 而原本印尼亚加的举办方租借了可容纳1万人的地方 但是SM却临时将举办方换成之前有长期合作的举办方后 更改日期也将规模缩手成5000座位 而让印尼粉丝们都非常傻眼了 第六,6月到8月只有田园有亚洲巡回演唱会 但SM却没有帮田园做巡回海报 因为实在太傻眼 粉丝们自己做了海报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是不是故意这样 田园的出道年次 如果人气还继续增加的话 对公司不是什么好事 真搞不懂为什么要减少规模 明明就是每场受光的歌手 上次马尼拉家族演唱会的时候 新闻里就没有田园的名字 甚至行程表上也没有名字 结果马尼拉演唱会的时候 田园的粉丝团来的最多 你们知道夏宜你前一阵子也发生了演唱会舞台租借问题吧 这就说明了SM非常笨 不会工作 真的让人生气 比起一般的SM干部级员工 田园应该在SM更久了 你们为什么都不变呢 从15岁进入SM 到现在一直都是全盛时期的田园 SM真的不能这样对待 为了保护艺人权移 开设举报中心网站狂压119 解决外部问题虽然也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问题应该就是 解决好内部的问题吧 所以对于田园粉丝们的生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推荐的Disney Plus必看节目 首先是 韩苏久安苏久 伊松阳等出演 在韩国有着必看人生韩剧之称的医疗神剧 南蛮Dr. Kim Sabu第三季 南蛮Dr. Kim Sabu系列 因为实在是太有名 所以在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我们先直接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这部戏一直很有趣的理由是 每一季都有很特别的趣味 这次第三季有讲到Kim Sabu的故事 所以很有趣 首先 安苏久久 伊松阳的颜值与身材 就净化了观众们的眼睛 然后就是Kim Sabu的无穷魅力 希望能拍到第十集 名作加上名言聚集的电视剧 这一句话 就算不是韩剧粉 也是大大推荐 一定不会失望的 再来就是 6月23号即将在韩国播放 由百想事后 Kim Sabu主演的韩剧 Aku Aku是一个被恶鬼附身的女人 跟一个能看到恶鬼的男人 共同解开一个神秘死亡之谜的 韩式神秘惊悚故事 也因为这部戏是 Signal Kingdom 73的kimuni编剧的作品 所以令网友们都非常期待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Kim Tabu疯了 真的太期待了 kimuni编剧 演员Kim Tabu 再加上这个素材 太期待了 应该会非常有趣的 Kim Tabu最后秀的样子 真的让人惊悚 好想早点看到Aku 网友们的期待值都非常高 最后是 Yu Jazeera Eguang Su 初级视线有力出演的 Toyuan Potaya San Da Season 2 Yu Jazeera Eguang Su 一起出演这一个理由 就值得订阅DigiNi Plus了 这个真的很好笑 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 Eguang Su真的是 综艺天才QQ 非常同意这句话 而除此之外 DigiNi Plus下半年还是会有 Hanjoju Choynsang 曹天涵主演的Moving 将在8月9号上线 Yi Tsongmin主演的 Hung Sa 4G 第二季 预计7月5号上线 Giikha Wu 余阿俊主演的Chayage Up 南俊悠主演的Begilante会陆续上线 所以喜欢韩剧的粉丝们千万不要错过了 最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Digini Plus不是只有韩剧 像我最近最喜欢看的美剧 American born Chinese Apart U3 Susange 以及日剧看几本也都能在Digini Plus观看 所以如果有像我一样喜欢韩剧美剧日剧 并且正在练英文日文的人 Digini Plus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